我會請這個都發局這邊可能要協助處理 就是特別針對在捷運 好那這邊有幾個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我們就認定這一整塊就叫廣子 所以我們不會認定哪裡叫做D哪裡叫E哪裡叫捷運 我們不會去認說這一塊是捷運負責的 我們只會認這叫臺北市政府 這就是柯P市長的德證 所以這邊真的很 我是很 因為不是這方面專業 所以我是不太懂當樹已經種下了 那你怎麼樣在不傷害現在已經種下的樹的狀況 然後你把那個土還可以好好做處理 我真的是不太了解 那也會很希望說 因為剛剛似乎有聽到說好確定一定會把什麼 因為已經拿到低標 然後會把那邊 那個 看是下面有兩公尺還是幾公尺的 不應該存在在那裡的廢土 就應該會把它運掉去把它換掉 那請問一下捷運處理的這一塊呢 那如果同樣要處理那上面已經種下去的樹呢 這個我跟小姐報告 待會你把資料留給他們 那我跟你保證下個禮拜的情況下 我會找捷運公司把整個問題理清 一定要給你一個說法 那也要跟里長辦公司說明 謝謝議員 那是否滿意是否專業 可能你聽了以後再去分析 不過他們回答我絕對不能亂回答 我被罵他們會有事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找專業的把這個後續要怎麼做 至於說裡面的土到底是不是廢棄土 到底是不是這個樹木需要移植與否 能不能生長與否 我非專業我相信他們也非專業 那請捷運公司他必須要當時為什麼種在這裡 怎麼種的要先說清楚 那我們才能去評估他未來要怎麼做 來回答你 你給我五天的時間我幫你處理 真的非常謝謝 洪議員當中 洪議員說的 洪議員說的 百分之九十九我都贊成 百分之一你說 這是不是廢棄土 這個我不能判斷 我們可以判斷 因為我們親眼看到 所以這百分之七你修正 我先跟姐姐說明一下 我非現場的人員 因為廢棄土是你說北邊的土裡面 有可能是多生有廢 我是引用這個東西 因為他剛才又提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把這個 是不是廢棄土 我檢驗清楚跟你說 是不是廢棄土這件事情 沒有問號 沒有問號 所以百分之一請你收回來 因為我們親眼看到廢棄土 我告訴你們一個笑話 我就去監工 我就是那個很假模 我就去監工 就跟那個人在聊天 結果他不是戴耳機 那個瓜土機那邊的人也是戴耳機 他們在通話 跟那個通話是開放式的 我就聽到對方說 有人在這裡 要怎麼帶下去 他說 馬上把那個關掉 跑過去就離開我 他說 你們聽聽看 我講太快了 你們有沒有聽懂 就是說 他們在 沒有注意去給你聽到 對 沒有注意去給我聽到 聽到什麼內容 他說 有人在這裡是怎麼帶下去 我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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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沒問題 然後黃章是要負責這一塊 對對對 所以一起來 我們會連警官部會依照來 最後補充一句話 就是 很感謝剛剛有說 那他會依照一些樹種 然後會做整體的規劃 那目前呢 因為不知道是否 捷運局他所負責的那一塊太小 所以我們看到 他就是種著高高低低 大大小小 搞不清楚 他是依照什麼邏輯而種的 我還期待 他是否 因為聽說 他告訴我們 這邊所有在監工的居民們說 好 種下去就不會動了 就是那樣 他是按圖施工的 可是問題是 我們看不出來 到目前為止 看不出來有任何的邏輯 那也請各位 可以在禮拜一的時候 趁著還在綿綿戲 東雨綿綿去看一下 所謂的那個 積水的狀況 然後還有所謂的 種的高高低低 然後大大小小 看不出 他是以樹種排列 還是以什麼東西為排列 還是它是會 種完之後 他會成一個什麼畫面 什麼我們完全是看不出來的 對 積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謝謝 謝謝小姐 那 這邊主席在做最後的 我再補充一下 我目前所得到的 是去那個圖書館跟 那位 市長姐今天 有說明 圖書館在黑標 三樓 有963 玉谷 963平方公尺 那在四樓有2125平方公尺 其實面積還蠻大的 所以這部分是可以給大家去使用的圖書館的面積 那其他詳細部分 我們會後我們會請建築是整理一套 這個有關社福的部分給大家 還有里民活動中心的大小 里民活動中心的大小 兩百二十七左右 不是我想知道 平方公尺 對 這都放在三樓 大概八十平左右 可不可以幫我們 比較一下 全十二十二個行政區 我們這個里民活動中心 我知道西西里的里民活動中心很大 市民活動中心還是區民 我們這有區民 區民中心 對不起 區民活動中心 我們佔第幾位 我們佔第幾位 市公所所提出來的三樓 對對對 市民活動中心 區民活動中心 請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信義區到底佔第幾名好嗎 好 這我們會再問一下曲總統 好的 好的 謝謝 就是第一次那個樹木 第一棵樹木移植到北區這邊來的時候 我講一次 他是走96項 第一次 結果是怎樣呢 他的樹過去了 旁邊的樹呢 因為那個樹很大 旁邊就啤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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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斷掉 所以我馬上就跟那個講 我說你是在移樹 保護樹還是在拒樹啊 他就是那個車子那個樹很大 就把旁邊的樹都啤啤啤啤 就不管了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就沒有在96項移對不對 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移了嘛 就到大陸上去移對不對 所以 你做事情齁 不是說我把這棵樹移到位置就不管了 其他的樹跟我沒關係 對不對 所以工作的態度 一定要有監工啊 你不能夠說是 你就移我也不管 對不對 我市政府根本就不管 然後呢 移完了之後 人家說 啊你這棵樹 旁邊這個樹都壞了 那後面怎麼處理啊 你事先不去做防範對不對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啊 因為它已經斷掉了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 所以 你們做事 一定要有充分的準備啊 不能夠隨隨便便啊 對不對 就好像一個工程對不對 我要做這個 旁邊都不管 啤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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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 弄完了之後我就走掉了 你的水通了 但是呢 那個那個那個 全部其他的地方都要重做一次啊 對不對 所以我再 就是這一點要注意啊 好 謝謝 那個再補充最後有一分鐘沒有 我不用麥克風 因為廣磁公園 好幾次淹水 淹水是因為做了新闢道路 沒關係 淹水做了新闢道路 要用了 那因為廣磁公園 現在 現在 也沒辦法再填補 為了那個樹的生存 所以 它的地是一定要 所以你們水 為什麼 以前不會淹 現在淹呢 因為 新闢道路 坐下去 把那個水路都破壞掉 新工處在做 不管供淹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 將來在這個 市政府花了一百七十幾億 請你們這一點要非常的 否則是蓋了亞洲第一淹水 我們的意思是說 再提醒一下 這一點是以後 希望我們的提醒 這個水的保持 因為幾乎 現在廣磁公園跟陸地 少了快 快八十米了 對不對 八十公分 對啊 又是八十公分 這樣子 欸 還有一個 差不多快一米了 這個水的 這個一到大雨 就淹水 好在是中工 中華工程 因為他也幫忙在抽水馬達 我們一到淹水 已經一到十幾次了 這一點要請主席 還有你的建築師 而是 市西喔 水 檀測這個水土 要很重要 好 謝謝 謝謝以上 謝謝 那 那個 不知道各位還沒有 要給我們指教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好